13号 也就是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的第二天 菲律宾记者就登上了一艘前往黄岩岛的渔船 试图抵禁中国黄岩岛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中国海警船果断执法 有效拦截 飞渔船只得灰溜溜地打到回复 而美国却突然放出狠话 要在黄岩岛问题上解访菲律宾 中国的回应是 我们的轰溜溜K已经巡航黄岩岛 15号 中国空军的官微 公布了数张轰溜溜溜在黄岩岛上空巡航状况的照片 同一天 中国两艘万吨综合补给舰 红湖舰 落马湖舰入列 中国海军最行远海任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拓展 同时 中国海军的南海大演习还在继续 有消息称 一次海军防空旅从南海岛礁演练发射了红旗九导弹 这些无一不证明中国捍卫南海主权能力不断加强 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绝不动摇 中国一寸也不能少 一寸也不能少 这是我们现在虚拟观众席很多观众发表的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机会按照惯例还是给我们的VIP观众 琳达问 渔船上还带着记者 这是渔船吗 这不是来试探我们吗 还好咱的海景给力 接下来他们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吗 看眼光多么敏锐的 这是好几个问题 好网友 哪位嘉宾 因为这是不同的几个问题 叶老师先举牌了 那您先来回应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的 菲律云不可能在仲裁案出结果之后无动于衷 尽管他嘴上一直在说我们要保持克制 但是派一个渔船来试探一下 这个事完全不意外 我们海景去拦截也完全不意外 因为不可能中国在这个仲裁案快出结果的时候 因为结果这个时间纪念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无动于衷 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下一步 飞方的选项有两个 第一个呢 他可以派到中国来谈 那么说我再不来了 你是不是给我点回报 但这件事情我想 菲律宾想做 美国也不会让他做 那么在下一步 那么菲律宾更可能的事情 就是派他的政府执法船 过来所谓护鱼 那么这个护鱼 就是中国的执法船和菲律宾的执法船之间 是会有一个直接的碰撞的 那么当然 这个我们又不是没碰撞过 当年黄岩岛事件我们就碰撞了 而且碰撞的不是他的执法船 他的军舰 他的军舰在我们的余政船面前 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所以菲律宾如果想真的在海上改变现状 他靠的还是要美国 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 飞方的打算是 我被中国打一顿 那么美国才会来帮忙 我被中国在这个海上恶心一下 那么美国才会来帮忙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 飞方的实力差 他就不会来 实际上讲实力 他根本不可能跟中国相比 但是他认为我实力越弱 我又越有可能让美国人来帮忙 最终的目的 他是要把美国拉下水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菲律宾有没有船和中国对抗 不重要 是因为美国有船 嗯 嗯